在去年11月分下了幾天的怪雨之後 台東縣種植最多的世家 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農民已經欲哭無淚 但是沒想到在等待補助的同時 卻傳出了有不公平的現象 這麼多的海 我們怎麼都沒有補貼盤 待會我帶你們來現場 跟大家來講 很多農民的心情不是只有我們 這差多少 這介紹當年這是沒辦法 這酒沒有人要啊 連市民酒就連這個制裁本來沒有 你的國要在拍他嗎 這沒辦法啊 這沒見到市民的酒 連結局也沒有人要啊 當初勘察 有一些確實受損很嚴重的 莫名其妙沒有過 明明就他那個受損 甚至有一些達到八十九十 他補助下來 他說那時候 既通知來說沒有過 那個明明就很嚴重 那有一些差不多只有二三十的 而且他又有過 恰逢這幾天縣議會進行臨時會 農民們希望可以儘速給予他們公道 便前往台東縣議會 向縣長黃建廷誠情此事 我再開到去沒有 香港所說的不算有資格 就要去 香港所說的不算有資格 香港所說的不算有資格 我告訴你 香港所說的不算有資格 已經也有人領四十幾萬元出 有人領三十幾萬元出來了 因為我做三個幾個 和一家人就領不到 那是安裝給我 有不符合 不符合 我也有去鄉公所拜託公鄉長你庫長照我觀念中 來向改稅讓我們聽 讓我們這些農民聽 到底你是怎麼有符合 怎麼沒有符合 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他的申請的定屬 就是農民找公所 公所要派人去看 認定 把這個結構報管政府專給農委員 農委員認定後 直接經驗也直接拔去鄉公所的鄉庫裡面 就分給農民 所以 管政府在這個頂頭 在這件事的頂頭對制度面來看 是一個匯整跟轉達中央的單位 不過 現在發生這件事 我想要請農業處 來 你就了解 看公所在處理這個頂頭 有什麼缺失 因為你這樣不能再交在公所去看 就是公所就是沒有要插這些人 這些會去找公所 就是沒有要插萬塊的 所以說 基本上這是重要的錢 我們絕對不認識的 我相信鄉庫公所的公務人員也一樣 只要有符合一點點條件 我們就叫他充款 一定給你們準 是不是能夠協助調查 在東河鄉公所承辦單位進行補助時 能不能夠公平公正 也希望相關單位要讓這些 已經損失慘重的農民 可以盡速有一個合理的補償 否則因為受到天災而導致的損害 是永遠也無法彌補回來 東台宣布陳敬業 范耀玲的採訪報導